哈喽,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手绘樱花款 首先呢,我用到的是明星单品里面的肉桂粉 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底照灯 然后涂了第二遍 这个颜色呢,第一遍是一个粉色 第二遍呢,是一个藕合色 反正就是特别显手白 特别有气质的一个颜色啊 夏天必备 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吧 有喜欢的可以去看看全国包优的啊 然后咱们用十只套笔里面的万能笔 去手绘这个樱花 注意,只把纸前端占一点点几白的彩绘胶啊 画的时候,然后咱们再画几堆 这个单瓣的飘逸感的这种 这个花的摆位 你们可以随意的去画 随意的去摆 然后画好以后呢,去照灯 无名指的话 我给他画了一个抽象的小猫咪 好久没画彩绘了 所以说画的也不算太好啊 然后咱们可以就是说 在填色的时候去给他 找一下他具体的该有的形状 去做一下调整 然后画好以后照灯 再在鼻尖处给他画了一半 刚落下的一个小樱花的花瓣 全部上磨砂封层照灯 然后用拉丝胶呢 给他勾出这个 花瓣的这个形状的外扩 这个需要细节啊 特别的精细 我没有勾太好 然后呢 因为拉丝胶是免洗 不用上封层的 就要这种立体效果 小猫咪呢 然后上了一个石膏胶 最后全部照灯 这个款就完成了 学会了吗 我是优下 爱美甲超关爱男人 双击哦 妈妈的